在桃園市的关帝庙 在上个月27号深夜 被一名男子潜入破坏了香炉 而庙方报警处理 抓到这个男子 他辩称是因为心情不好 加上觉得庙很挡路 才会去砸香炉 而男子失控的行为 都被监视器派了下来 拿起一旁的红绒柱 男子像抓狂似的 直接往香炉猛砸 这么一敲香炉的炉尔 整个被敲了下来 一边敲不够 还绕过来敲另一边 价值七十万的大理石香炉 就这样被破坏 这个疫情就要七八十万 这个疫情就要买八十万 这个疫情就要买 我保护了 警察去修理 实施造型的炉尔断了 让这个有百年历史的香炉 看起来坑坑洞洞 外观几乎全毁 但更惨的是 这其实已经是这间庙 第二次被砸坏香炉 那个还蛮夸张的 生命的东西没有必要这样子 就是觉得那边是挡住 然后可能就是觉得 不顺眼这样子 男子落网后进宫圈 是因为不满这间庙 挡到他的路 看不顺眼才会破坏香炉 只是这么牵强的借口 恐怕谁都无法接受 记者黄主华张晏硕 桃园彩虹报道